欢迎您好 我是阿尔想引 欢迎您加入凤凰五间专列 头条要秩序来看到的是 俄乌战士目前还在持续当中 而乌克兰试图要利用俄军调整策略之际 要夺回部分备战地区 而乌方就声称了 重夺基辅附近的城镇伊尔平 以及另外一个东北部城镇 特罗斯加涅茨 俄罗斯国防部在28号则表示 在过去24个小时当中 摧毁了36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而当天的晚间 乌西部有油库遭遇了袭击 乌克兰西部里夫妮有油库 28号晚间中弹后 着火焚烧 有网民指示俄罗斯导弹失袭 里夫妮有官员证实 乌克兰西部有油库遭受导弹袭击 目前乌西部还没有爆发地面战 但区内接连有油库遭受导弹袭击 至于首都基辅的战况 有乌军守将表示 近日变动不大 俄军仍然不时在附近村落活动 目前没有固定战线 美方则认为 俄军虽然持续使用长城炮火 但已经停止向基辅推进 停住在距离基辅56公里左右的地方 而位于基辅附近的伊尔平 市长发放视频声称 乌克兰军方已经冲夺当地控制权 将会展开行动 肃清残敌 但他预计会遭受更多袭击 居民现在不宜返回当地 乌方也会做好准备迎战 伊尔平是俄乌双方在基辅附近 激战的地点之一 另外 乌克兰军方也冲夺东北部城镇 特罗斯加涅茨 乌军入城时 当地民众向乌军士兵挥手致敬 并对俄军似乎已经撤离当地 感到高兴 激战过后 特罗斯加涅茨四周都布满 俄军被毁的坦克等装备 可见战况十分惨烈 而在陷入巷战的南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 协助俄军的车臣领袖卡德罗夫 发放视频 声称已经成功瓦解乌克兰民族主义营 俄罗斯官方媒体也发放片段 显示当地一家早前遭受轰炸的剧院 损毁严重 俄方一直否认是他们空袭剧院 当地市长则说 马里乌波尔有16万平民仍然被困 他促请俄乌双方 容许当地所有平民立即撤离 他说当地有多辆大巴准备车走平民 但俄军拒绝放行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 俄军航空兵和导弹部队 在一天内摧毁了36个乌克兰军事设施 其中包括指挥所 防空导弹系统 弹药库 燃料与机油仓库以及军事装备储存需 英国国防部请报则指 俄军过去24小时的攻势 没有太大进展 仍面临乌军士兵顽强抵抗 和后勤补给问题 但俄方透过对黑海沿岸的封锁 有效切断乌克兰的国际海上贸易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表示 俄罗斯正在起草一份制裁不友好国家的总统令草案 并且对即将在土耳其举行的俄乌会谈寄予厚望 阿富罗夫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会议期间表示 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宣布对俄进行全面混合战争 目的是摧毁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稳定 将其推到国际社会的边缘 俄罗斯将针对不友好国家的公民施加签证制裁 以回应西方的制裁 欧盟委员会28号敦促成员国取消向外国投资者 发放公民身份的相关项目 也就是外界俗称的黄金护照计划 同时也应该停止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 发放深耕签证 如果发现受制裁公民已经持有相关签证 则应该考虑取消 另外拉夫罗夫当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还表示 对俄乌两国代表团即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举行的面对面会谈抱有希望 俄方的首要目标是希望解除顿巴斯地区民众 长期遭到炮击的痛苦 确保乌克兰不再是一个被西方和北约控制的军事化国家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两国代表团 预计将会在29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一连两天就会举行谈判 而这一次也是超过了两个星期以来 俄乌双方首次的面对面谈判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表示了 他将会在和谈之前与两国的代表短暂的会面 他也提出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 也形容和谈正朝向积极的方向来发展 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泽连斯基则提到 在乌俄即将要进行的新一轮的会谈当中 乌方的目标是要尽快地实现和平 以及恢复正常生活 罗罗斯代表团搭乘飞机 28号首先抵达伊斯坦布尔 为即将展开的会谈做准备 乌方代表团当晚随后底部 双方预计在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点半左右 在土耳其总统府伊斯坦布尔办公区 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会在谈判开始之前 跟俄乌双方代表见面 又指出之前跟俄乌双方的电话外交 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针对此次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 必须保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乌方在会谈中的目标很明确 即在境内尽快实现和平 并恢复正常生活 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 俄方的目标是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且必须确定乌克兰停止在军事上 和西方及北约走近 对俄罗斯造成实际的军事威胁 他也给出了双方总统不直接见面的原因 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刚我们提到 将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要举行新一轮的面对面谈判 土耳其有学者就表示了 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办法预测 谈判会不会有实际的成果 但是能够让俄乌双方坐下来对谈 这就是对土耳其的外交胜利 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团在当地时间28号晚间抵达土耳其 并从29号早间开始为期两天的谈判会议 这是两国代表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土耳其学者表示 乌克兰方面意识到打持久战没有任何意义 Ukrayna tarafı Batı dünyasından istediklerinin hiçbirisini alamayacağını anlamış durumda bu defa de kendilerine söylenildi zaten ne bir uçuşa kapalı alan oluşturulması ne silah vereceğiz şeklindeki açıklamaları da lafta kalmadı öte yandan Ukrayna'nın NATO'ya veya Avrupa Birliği'ne üye yapılmasının da söz konusu olmayacağı anlaşıldı şimdi bu şartlarda Ukrayna tarafında bu savaşı sürdürmenin anlamsız hale geldiği daha fazla Ukrayna'nın ölümüne sebep olduğu düşüncesi hakim olmuş olabilir 土耳其学者还表示 虽然这次会谈也可能不会得出理想结果 但是双方信任土耳其所打通的外交渠道 可以说是为解决冲突迈出了极其一步 也算是土耳其的外交胜利 Türkiye çok dengeli ve kontrollü bir politika istedi Türkiye'nin bu krizdeki tarafsız tavrı Türkiye'nin ağırlığı ve Cumhurbaşkanı Erdoğan'ın her iki tarafla da sürdürdüğü diyaloğun bir başarısı yani belki iki taraf da Türkiye'de bu müzakerelerde bir şey çıkmayacağını da biliyor olabilir ama en azından burada bir kamu diplomasisi egzersizi açısından Türkiye'de bu krizdeki tarafsız ve Türkiye'de İstanbul'de bu krizdeki tarafsız 出于地理位置 在俄乌危机中 土耳其难免受到影响 从通突爆发到今天 土耳其一直保持着中立地位 并呼吁双方可以尽快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问题 土耳其官方希望 此次峰会可以成为一个突破点 至少可以实现维持长时间的停火 方位市面查题 土耳其伊斯坦布报道 俄战士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一个多月 而对于战事发展的路线 我们也做出了阶段性的整理 来看我们记者从前线发来的 东乌前线日记系列报道 我们父王卫视从2月19号 开始前往东乌地区进行采访 我们2月25号进入到敦捷茨克地区 那么俄乌军事冲突是2月24号的晚上发生 2月21号 我们在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顿河 通往敦捷茨克的路上拍到了这些画面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仅过了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就宣布承认 敦捷茨克和卢干斯克的独立的地位 2月24号 普京在电视讲话中再次强调 美国政界的人士 政治学家和记者 自己都不知道撰写和谈论一个事实 即近年来 在美国国内已经建立了一个真正的谎言的帝国 北大西洋联盟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扩张 已经开始在乌克兰领土军事的发展 对俄罗斯来说 这是不可接受的 根据俄军的部署 俄军分别从北部进入到乌克兰的境内 乌克兰境内北方序列是俄罗斯东部军区 参加俄白联盟决心2022的演习的部队 东部方向 这是俄军坦克第一集团军和勤务的部队 南部的序列是从克里米亚出击的 乌拉基高加索58集团军 从俄罗斯军队的行动来看 任务想定就是要在短暂的时间内进行军事行动 以消灭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主力 迫使乌克兰在俄罗斯条件下实现和平 军事进攻的决心目标 是恢复敦巴斯行政区和攻占基辅士 2月24号 俄军强大的巡航导弹和空袭之后 俄军立即向四个方向发起了进攻 东北方向从别尔格罗德到哈尔科夫和沃尔昌斯克 西北则从白俄罗斯和布良斯克 通过苏美到基辅方向 南线从克里米亚方向抵达 扎波罗热 马里乌布尔和赫尔松 尼古拉耶夫 奥德萨 东南部 敦巴斯的民兵部队在俄军火力的资源下 也进行了进攻 哈尔科夫和克里米亚的战斗决心 即封锁乌克兰武装部队 敦巴斯的集群 以及苏美和奥德萨集群 即对基辅能够产生真援的主力部队的维艰 此时俄军的主攻方向仍然是基辅 目的就要占领首都 并更改政权 为了加强这个方向的力量 俄罗斯空降兵空袭了在基辅附近的 哥斯托梅尔的战略机场 俄罗斯的空降兵在那里坚持了一天多 直到白俄罗斯和布良斯克的坦克部队到位之后 敦巴斯民兵也集中了数个特战旅 开始对马里乌波尔战役进行外围的部署 凤凰卫视卢语光 引力 报载中 萨维 敦捷茨克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8号也呼吁立即在乌克兰 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以便各方进行严肃的政治谈判 他也表示了正在跟中国 印度 法国 德国等国家 保持密切的联系 要寻求调节方案 28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乌克兰局势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 他呼吁乌克兰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以便各方开展严肃的政治谈判 他表示 他已经派遣了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工作的 副秘书长兼紧急协调员格里菲斯 立刻与有官方讨论在乌克兰实施人道停火的安排与协议 谷特雷斯表示 他也在与中国 印度 法国 德国等国家 保持密切的沟通 寻找乌克兰冲突的调节方案 为停火始战 创造空间 我已经在与很多国家 在与国家的最高级的国家 以探索各种种类型的选择 引起政治的解决 我已经在与我们的特殊朋友们 跟狗特雷斯表示 截至28日 乌克兰已经有一千万人流离失所 冲突的外疫影响 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 面临不断飙升的全球粮价和能源价格 让这些国家从疫情中恢复更加艰难 古特勒斯强调 一切冲突必须立刻停止 国际社会也需要为了和平做出努力 凤凰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他是在28号澄清 在欧洲访问时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不应该继续掌权的言论 拜登说自己只是表达了 对普京的个人愤怒 不代表美国政府政策立场的转变 他也不会撤回早前的言论 刚从欧洲返回华盛顿的拜登 28号在白宫表示 他早前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 只是表达个人愤怒 我没有回应返回华盛顿的 事实上是 拜登26日在欧洲访问时 即兴做出了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的言论 美国白宫官员在第一时间进行澄清 强调美国并不寻求颠覆俄罗斯政权 但这并没有打消外界的困惑和疑虑 拜登28日表示 他认为自己的言论并不会让外交努力复杂化 也不会加剧紧张局势 因为没有人能够改变普京的想法 对于拜登是否降于普京的计划 对于拜登是否将与普京再次会晤 使紧张局势降温 拜登并没有排除会晤的可能性 但他指出与普京会晤的前提取决于谈判的内容 普京需要证明他想要结束战争 并且重建乌克兰 凤凰卫视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外国媒体就报道了 斡旋俄乌谈判的俄罗斯寡头 阿布拉莫维奇在月初时曾经遭人下毒 现在他的状况良好 并不排除这是莫斯科的强硬派 企图破坏谈判 华尔街日报指 阿布拉莫维奇本月初曾赴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克兰谈判代表会晤 试图斡旋和谈 但其后出现中毒症状 包括眼睛红肿 疼痛及流泪 脸部及手部出现脱皮 除了阿布拉莫维奇 两名参与会晤的乌方谈判代表 也出现类似的中毒症状 三任期后出现好转 未有生命危险 阿布拉莫维奇的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但表示不清楚投毒者身份 又指阿布拉莫维奇会继续斡旋和谈 作为俄罗斯寡头 精英超切西足球俱乐部老板的阿布拉莫维奇 近期频繁穿梭基辅 莫斯科及其他谈判地点 尝试为局势降温 报道指投毒是莫斯科强鹰派所为 目的是破坏谈判 并指投毒莫地并非要取其性命 只是向那些参加和谈的人发出警告 但美方情报人员认为 三任并非中毒 只是受环境因素影响 这一说法遭化学武器专家的否认 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员则向媒体表示 虽然不知阿布拉莫维奇的状况 但乌克兰代表团的成员未遭到下毒 暗指投毒未谣言 不过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事件时 则建议有关人员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时 避免禁食 库列巴又提及即将在29号 于土耳其举行的新一轮谈判 指谈判的最大目标是寻求停火 但强调乌方立场坚硬 不会牺牲乌克兰的人民土地和主权 克里姆林宫早前指阿布拉莫维奇 在早期的俄乌和谈中发挥作用 但现在谈判进程 由两国的谈判团队推进 凤红一世综合报道 马上我会带您关注到 是林郑月娥迎接中央远港抗议中医专家组 对他们表示感谢 另外在疫情之下 香港的死亡个案激增 而遗体也面临处理困难的问题 欢迎回来再关注香港疫情 为了要更好的控制疫情 还有救治患者 应香港特区政府的请求 中央远港抗议中医专家组在29号 抵达了香港 向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还有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肇事等官员 前往口岸来迎接 林郑月娥就表示了 将会向专家组学习内地中医药抗议经验 今早我在这里深圳湾口岸 是迎接由中央安排的第四批内地医疗专家来香港的 这批专家就是七位都是中医药的专家来的 因为来到这个阶段 我们都是听了很多内地专家的意见 香港的疫情发展到这个阶段 就可以向内地在抗疫过程里面 怎样用好中医药 是可以向他们学习 我们看到专家组的成员是在上午的10点半左右 经由深圳湾口岸抵达了香港 除了林郑月娥之外 在口岸迎接的还有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医院管理局的主席范鸿林等官员 以及中医专家组的副组长 早前已经抵达香港展开工作的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张忠德 林郑月娥就表示了 在此时引进了中医药的应用 将会有助于香港的抗疫工作 而这一次中央远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的成员 共有七个人都参加过内地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救治工作 他们接下来会直接在亚伯馆参与治疗 而当局也会安排专家组的成员 到访安劳院设提供意见 中央远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的组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童晓琳 在出发前就表示 专家组此行承载着中央和内地人民 对于香港的关心 而专家组也将配合港府 以及香港中医界的同道 要研制适合香港的防治方案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 一定要配合好香港的政府 和香港的中医界的同道 一块来研究 适合于香港本地的一些防治的方案 我们相信呢 在香港政府的支持下 在香港的广大中医药界同仁的 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中央远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 童晓琳在抵达了酒店之后 也率先回答我们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 他表示中医药对于患病的长者 有着很好的调理效果 而稍后就会与香港特区政府 还有香港的中西医同业 要讨论有效的救治方案 我们这次来 就是和香港的中医同道一块 能够共同地和香港政府一块来商量 如何在这种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更好的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那么我们来到这之后的行程 将会要去方舱医院 将会要去敬老院 以及社区 包括一些寒诊的 我们叫远程会诊的一些地方 进行实地的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之后 我们根据香港的实际 根据目前的防治的方案 我们来进行讨论 会和香港的政府 和香港的中医药同行 包括西医同行 我们都来一块 共同讨论出 符合香港实际的 一些中医方案 这次的奥米克戎 在大陆 从天津开始 然后就是安阳 我们也都去了安阳 那么这些奥米克戎的特点 和以往的 这个阿尔法 德尔塔这个病毒 变异病病毒 变异毒株有些不同 特别是表现在 上呼吸道症状比较明显 尤其是咳嗦 咳痰 咽干 咽痛等等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这个疫病本身的性质 并没有改变 但是呢 它有一些 这次变异病株的一些特点 所以呢 在这个天津和安阳的 这个抗疫结果来看 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呢 就是目前从香港来看 这个老年患病的 比较多比较重 死亡 死亡率也比较高 那么这方面的话呢 中医在整体的条理上 是有它的特长的 特别是对有一些 患基础性疾病的 一些老人 那么不仅仅是单纯的 他给他抗这个新冠病毒 来这个治疗新冠肺炎 不仅仅是这个 同时对他过去的基础性疾病 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调整的效果 希望消息立刻连线给 在尖沙嘴军仪酒店的记者 吴欣纯 欣纯午安 你好 湘宜 我们刚刚看到 中央远港抗疫的专家组 中医专家组 在抵港之后 今天还有哪一些行程呢 好的湘宜 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就位于香港尖沙嘴的军仪酒店 那这里呢 也是这一次中央远港抗疫 中医专家组下榻的酒店了 那这一次呢 所有的专家组呢 是在这个香港的深圳湾口岸入境 那我们都知道 这家这次呢 专家组的成员呢 是一共有七位 那就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佟晓琳呢 是担任组长 而广州的中医院的 广州中医院的 这个副院长 以及广东省中医院的副院长 张忠德教授呢 是担任副组长 那由于张忠德教授呢 是在3月16号的时候 已经随着上一批的 远港的医疗队呢 抵达香港了 所以呢 今天的早上呢 他也是和其他的 港方的负责迎接 各位专家的代表呢 一起在深圳湾 深圳湾 迎接其他几位的专家 那港方今天早上 负责迎接的代表 就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兆史 还有香港医管局的主席 范红林 还有行政总裁 高拔申等人 那林郑月娥早前也是提到了 这一次呢 中央派出了这样的 中医专家组呢 也是特区政府早前 向中央提出了提请 希望中央能够更多的支援 香港能够派出 更多的中医 来支援香港抗疫 同时呢 他也认同在内地使用中医药 去救治病患的方式呢 同样是适用于香港的 那另外呢 香港医管局的行政总裁 高拔申也提到了 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张忠德教授呢 他其实已经投入了 在亚伯馆的 这个病患的救治工作了 那他这几天呢 一直是带着一批 非常有经验的中医的专家 是每天非常多次的去寻防 并且呢和在场的西医团队 共同的去商讨一些 诊治的方案 那究竟这一次的专家组 能够为香港带来哪些经验呢 那专家组的成员 早前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提到了 内地所有的方舱医院 在使用之初呢 其实都是 大大范围的 使用了中医药的疗法 并且我们知道 武汉呢是有16个方舱医院 那截止所有的方舱医院 修舱之前 99%的病患呢 都是服用了中药 并且的效果非常的良好 那接下来呢 这些专家提港之后 像我们刚才片中提到的 接下来他们会去到香港的 包括方舱医院 社区隔离设施 以及各个安老院设呢 进行实地的探访 和当地 在香港本地的这些 中医的专家呢 共同探讨出来一个 适合香港实地情况的 诊治方案 更好的救治病患 那以上呢 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信息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向益 再次谢谢星纯 我们前线团队 刚刚星纯也提到了 专家组将会配合 港府还有香港中医界的同道 要来研制 适合香港的防治方案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另外要看到 香港的第五波疫情 累积到现在 是超过了 7200宗的死亡个案 有不少 往生者的家属就反映了 在练防当中堆积的遗体 导致辨认时 需要过长的时间 而家属在等候多天 也没有办法 为逝者安排身后事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又能够如何解决 我们的记者也对此进行调查 俯瞰沙田的富山公众炼房附近 一个个过往从未出现的货柜 排列在一起 这样的临时存放遗体的改装冷冻货柜 从三月初的六个增加到20多个 再到60多个 香港第五波疫情 已带走将近8000条生命 遗体的巨增极大挑战了 香港各个有关部门的处理能力 因为在这个第五波最高峰的时候 就死亡个案很多 有很多个瓶颈 我了解过第一个瓶颈 就是在公众炼房里面 个围体太多 都是谁包住了木乃伊 你都不知道谁要炒个围体出来 真的很凄凉 有市民说搞成两个星期才找到 市者迟迟得不到真正的安息 谁该负责 在这之前先要厘清的是 市民从获知清楚离世 到为市者举办丧礼之前 要经过哪些环节 在这波疫情之中 不少患者甚至未能入院 就在急证室 院设 甚至救护车上离开人世 这样的情况都属于非自然死亡 遗体会被送往卫生署 辖下的公众炼房暂时保存 随后由警方安排家属到炼房 辨认遗体 在与法医会面安排解剖检验事宜 法医验尸后会将报告 交由死因裁判法庭裁决 法官发出批准尸体埋葬 或火葬证明书后 家属才可评证明书领取遗体 再联络食物及环境卫生署 安排土葬或火化事宜 香港卫生署目前已加紧扩建 新富山炼房 截至28号 遗体储存量已从原来的506具 提升到超过4600具 由于在急证室离世的病人数目 在过去一个礼拜就逐渐回稳 我们就见到压力已经舒缓了 但我们仍然会密切留意着使用量 有需要时就进一步增加储存量 遗体储存的问题解决了 但如果遗体被归类为非自然死亡 此因的判定过程可以长达数月 这是家属未能尽快让逝者入土为安的 又一个瓶颈 林温健表示过去一个月 卫生署都在致力简化任领遗体的流程 包括增派人手 加开遗体辨认时段等 家属领取遗体至少要经过4个不同的政府部门 程序无疑仍有简化的空间 但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 可不可以集中一个部门处理 我想暂时有些困难 因为你的而且不同的条例 你的条例写明了 哪一个步骤是哪个部门做的 所以你就要花很多时候去修改 但最重要的是资源都要赶得上 就是如果忽然很多人过世 你要足够的脸房去存放屍体 你有足够的法医官去检查 目前根据规定 逝者的直系亲属可申请豁免遗体剖验 以加快领取遗体的流程 这也许是解决家属燃眉之急的方法之一 但未来该如何更好的整合政府部门职能 让逝者走得不再孤独 让逝者家属得到抚慰 相信是值得特区政府思考的问题 凤凰卫视 陈其曼 香港报道 但回来还有财经消息 国资委就要求减免合资格小微企业 最多六个月的房租 还有两股冷空气影响之下 内地的中东部地区带来降温大风天气 再看到五间财经 而屋极将要举行面对面的谈判 这市场对于地缘政治的冲突的担忧有所缓和 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二是普遍走高 澳大利亚的股市涨幅居前 而台湾股市在平盘位置震荡 内地互生两市则是冲高回落 由于受到了婴幼儿的开支 可以用于扣税的利好消息的刺激之下 三胎概念股 领涨支撑了三大股指 早段上扬 而其中创业板指一度升进1.5% 但是临近五盘的时候 三大指数集体翻律 截至中午收盘 这上证指数 是收报在3200点 下跌13点 跌幅0.43% 而半日成交2230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是在中午收盘 报在11881点 下跌了68点 跌幅0.57% 而半日成交3101亿 相互股市方面在高位震荡 而恒生指数高开了86点之后 升幅一度扩大到超过了200点 但是在22000点是有阻力的 科技股还有医药股是受到了追捧 但是金融和内房股普遍偏软 恒指中午市暂时报在21783点 上升了98点 升幅0.45% 半日成交暂时来到675亿港元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8号发布了通知 要求各央企按照规定 要减免服务业 小微企业 还有个体工商户 最多6个月的房租 为协助服务业渡过难关 国资委发布通知 要求减免成租中央企业房屋的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租金 位于疫情中高风险的县级行政区域 可获减免租金6个月 其他地区则获减免3个月租金 通知要求 普遍减免3个月租金的工作 要力争在上半年完成 国资委还要求 各中央企业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 制定减租实施方案 审批流程要规范有序 要杜绝随意减免 对于减租政策落实不到位 违规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 和有关负责人进行严肃追责 而中央企业因为落实减免房租政策 对当期经营业绩造成影响的 国资委将在考核中予以剔除 副后卫视综合报道 在关注内地疫情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通报 28号的0到24点钟 内地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有1293例 而在其中1228例为本土的确诊个案 其余的65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另外新增了无症状感染者有5758例 其中本土个案就占据了5658例 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新增1228例的本土病例当中 吉林有1055例 而其中长尊市是622例 吉林市有426例 在上海新增了96例 其中浦东新区就有39例 山东 辽宁 广东 天津 以及福建等地 都报告新增确诊个案 在本土新增的 5658例的无症状感染者当中 上海占据了绝大多数 有4381例 28号并没有新增的死亡个案 那么要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吉林省在28号是宣布 将会加快方舱医院的改建工作 并且要保障民众物资所需 而上海在同一天也出台了新措施 要保障医护人员的工伤待遇 我们看到是吉林省的 卫健委副主任张力 在28号介绍 吉林目前已经建成了 方舱医院有19个 将会组织长春市 吉林市之外的其他四周 要根据医疗保障的条件 加快方舱医院的改建工作 并且改善区域核酸 检测薄弱的环节 同一个时间点 吉林也不断地加强物资的保障工作 就是要确保各类的应急 和生活物资的供应 在上海28号也出台了 16条的具体措施 做好缘起 稳钢 稳就业的工作 要降低失业保险 还有工伤保险费率 并且改善一线医护人员的待遇 为感染新冠肺炎的相关工作人员 开设绿色通道 要快速认定工伤 落实多项待遇 要关注天气 中央气象台就预计了29号起 将会有两股的冷空气影响 内地中东部大部分的地区 会带来降温的大风天气 那么在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当中 也将会与南方的暖湿气流相遇 给南方带来较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玉朝表示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 未来有两股冷空气将先后自北向南 影响内地中东部大部地区 在这两股冷空气的影响下 普遍将出现4到6摄氏度的降温 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的降温幅度 预计达到8至10度 举地降温幅度可能超过12摄氏度 并拔有4到6级大风 预计可能会出现最大9级阵风 它指这次冷空气影响范围广 给北方地区带来降温幅度大 其中在29号从内蒙古的东部进入我国 主要影响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地区 30号紧接着又有一股冷空气 依然是从内蒙古进入我国 但这股冷空气相比于29号那次 强度相对要强一些 影响的范围也将从北方 逐渐的影响到我国的南方地区 与朝有说29号冷空气主要影响江南华南地区 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及华南北部地区 预计到周三降水将逐渐在西南地区逐渐加强 从这个降水的这样一个强度 跟上周的这个降水过程相比呢 两次过程的降水区域 并没有存在一个明显的叠加 对于之前的一些干旱地区 特别是华南以及江南南部的这样一些干旱地区 对于缓解这个汗情还是有帮助的 凤红一世陈旗也不见 北京报道 来看到台湾方面的消息 为了要纪念花花 黄花岗起义 台湾方面呢 将会在这3月29号是定为青年节 而国民党在这一天宣布成立了青年事务委员会 将党内原本的组织 青年团还有青年部 以及青工会整并 未来每个月会开会一次 要讨论有关青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也期盼能够争取更多年轻选民的支持 台湾年底将举办地方选举 国民党为了争取年轻选票 29号青年节当天成立青年事务委员会 青年事务委员会加油 国民党立任党主席 一直希望整并内部的青年组织 但碍于各方利益矛盾 始终无法完成 朱立伦将党内的青年团 青年部和青工会整并 提高工作效率 未来每个月开会一次 讨论青年关心的房价 物价等重大议题 类似小中常会的概念 改革这条路是非常辛苦的 这中间有多少的辛苦 多少的嘲讽 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做对的事 开始做的过程 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 第一届青年事务委员会 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这样的决心 把它做好 每个月我们开会的这个决议 可以很快的反映到党里面来 然后变成这个决议会很快的落实 成为党的政策 或者党未来工作的方向 国民党民调支持度低迷 有超过六成以上的年轻选民 对国民党反感 党中央希望借由青年事务委员会 沿览更多青年人才 进一步争取年轻族群的支持 国民党为了提升青年战力 计划在四月份举办蓝海战斗营 要提供想要参选的青年朋友 更多的竞选策略 希望在年底的选战中 一起冲出更好的成绩 凤凰卫视彭世廷 陈建达台币报道 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为青年发声 指出现今台湾青年的困境 包括薪资停滞不前 失业率攀升 还有房价居高不下等等 也呼吁蔡政府拿出实际的办法 让年轻人安心生活 在台湾3月29号是青年节 但台湾39岁以下的青年 却面临生活困顿的种境 据统计有36%的青年 入不敷出 也有20%的青年 没有任何存款 生活的压力陷入恶性循环 入不敷出 长期没有存款的结果 就是买不起房子 买不起房子的结果呢 就是不敢结婚 不敢生小孩 可以看到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代表蔡英文总统的青年政策 完全失灵 国民党立委分析台湾的青年失业率 已经攀上近五年来的新高 结婚率和新生儿出生率 却都下滑至五年来最低 蔡政府政策失当 近期升息的措施 又完全没考虑到背负学业 房屋贷款的青年族群 国民党立委批评民进党 每逢选举就承诺会照顾青年 但取得执政权多年以来 青年生活却不见改善 只是口号施政 并没有真正了解解决青年问题 严重失职 凤凰卫视领期末程文堂台北报道 还有更多焦点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再关注是中国委员兼外长王毅 就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 并访问巴基斯坦等南亚四国 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强调南亚各国都强烈的期盼和平安宁 亚洲拒绝成为大国博弈的期盼 亚洲国家也绝不是大国对抗的棋子 王毅谈到这次南亚之行的总体感受时表示 南亚各国都强烈期盼 维护好本地区 难得的和平安宁 加快推进日后的经济复苏 各国更加重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形势越动荡 各国越要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旗帜 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王毅表示 中方愿同周边邻国一道 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协调应对国际变局影响挑战 至于各国如何看待乌克兰危机 及其造成的影响 王毅表示 大家的普遍共识是 要保障各国奉行独立自主 外交政策的权利 反对政治施压和强迫选边站队 不应制造阵营对立 要维护本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发展局面 抵制在亚洲引路阵营对立 制造动荡紧张 亚洲拒绝成为大国博弈的棋盘 亚洲国家也绝不是大国对抗的棋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当地时间28号是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举行了会谈 重申两国防务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李显龙稍后还将会在华盛顿会见 美国总统拜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于当地时间周一 在五角大楼迎接到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随后举行的会谈上 奥斯汀称赞新加坡在俄乌冲突事件上的表态 并指出美方院强化与新加坡的防务伙伴关系 李显龙则高度肯定 美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方面 发挥的积极作用 李显龙之后将前往华盛顿 与总统拜登 副总统哈里斯 及多位工商界领袖进行会面 李显龙是拜登就职以来 首位到访美国的东盟国家领导人 白宫方面称 拜登将就俄乌冲突 印太地区局势等议题进行讨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闻最后要看到的是 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打人的这一幕被美国媒体形容为 奥斯卡史上最难堪的时刻 典礼方也就是 美国营益学院也发文说 不饶恕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 在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颁奖嘉宾克里斯洛克 拿因脱发以光头示人的 威尔史密斯太太调侃并开玩笑时 威尔史密斯随后上台 直接掌框颁奖人 随后虽然她在获得最佳男主时 解释了自己的欣慰并道歉 但这一意外插曲 成功夺走了今年各大奖项得主的焦点 根据转播电视台ABC的数据 威尔史密斯这一拳 让本届奥斯卡的收视观众从960万 一下子飙升至1740万 报道显示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颁奖人的笑话并不恰当 但这并不能合理化 威尔史密斯公然使用暴力的借口 多位好莱坞电影人也发文谴责 主办方美国演艺学院表示 保留随时回收这一奖项的权利 并在发文中称 不宽恕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 洛杉矶警局在声明中称 已了解在颁奖典礼期间发生的事件并指出 涉案人员拒绝向警方报警 这也间接证实克里斯洛克目前拒绝报案 NBC报道指出 克里斯洛克虽在事发后一直并未露面 但他在和威尔史密斯发生肢体冲突后 已进行某种和解 与此同时 多家媒体也将克里斯洛克过往的记录一并列出 他曾在2016年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公然把亚裔儿童当作噱头 暗讽亚裔时同工或血汗工厂 在舞台上公开嘲讽亚裔群体 凤凰卫视杨平均李建青 罗杉矶报道 同学感谢您的加入 祝福您平安健康 再会